说一下五味 酸甜苦辣咸 我过去特爱说甜酸咸苦辣 不管是怎么着 就是人生五味 我们先说酸 这酸怎么来的呢 最初就是植物酸 从梅子 梅子望梅止渴 你一想 我现在说着就满嘴口水 那么最初人类吃生果子的时候都有果酸 所以觉得这个酸是一个极特殊的味道 刺激你的味蕾 那么我们在食物发酵当中 也发现这个东西能放酸了 这酸东西是可以吃的 比如这个酒就可以放酸了 或者说酒酿过了就是酸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酸 是指我们追求的酸 就换句话说 不是植物酸 是我们酿造的酸 主要的代表作物就是醋 你知道醋跟酒没区别 都是油字边 油字边 发酵 凡是跟油字边 差不多都跟酒有关 都是酒的亲切 那么酸的食物 我们今天吃的比较多 就是酸菜鱼 酸汤肥牛 醋溜土豆丝 广告上的词就是说 这酸爽 酸爽 酸就爽了 所以文学上说的酸 更多的说的是吃醋 是嫉妒 吃醋的故事来自于房玄陵 唐代的房玄陵的故事 房玄陵到老了 唐太宗希望给他纳个窃 几次跟他说 房玄陵都说我这不受 我这不弄这事 为什么不弄这事呢 不是我不想 是我老婆不愿意 唐太宗回去就跟皇后说 说你去跟他老婆说 我说不合适 你跟他老婆说 结果皇后跟他老婆说 这老婆说肯定不行 说这事我这不能接受 那皇上就说你不能接受 说这有毒酒 你喝了这毒酒救我 我就算服了你 结果房玄陵这老婆一饮而尽 结果这里不是毒酒 就是醋 所以吃醋的故事是这么来的 最后唐太宗非常感慨的说 说甭说房玄陵怕他 我都怕见着他 这女的太吃醋了 所以吃醋就流传千古 到今天是嫉妒的一个代名词 尤其是夫妻男女之间嫉妒的代名词 那么文人还犯酸 这酸是指酸府老学究 过去说这人特拽文 过去我在文化单位里经常碰着这种人 就是出口成章 说的都是你不知道的事 要不然就哼一酸曲 所以过度的这都叫酸 那我们今天还有的词说 我们生活中经常说 这事让我心酸了 你想这什么感觉 心酸一点都不爽 心酸就是我对你的付出很多 结果你是伤害了我 那么大部分父母都有这种感受 孩子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心酸了 有时候朋友之间辜负了信任 心酸了 所以这个酸是人生的另外一种感受 过去 你比如我小时候 接上那个小水果摊 你买一梨 那时候嘴嘴碎吗 就问人家说这梨酸吗 卖梨的人会说 这梨肯定酸 但是他不能说酸 说酸你就不买了吗 所以他就说甜酸 甜酸就是又甜又酸 我们水果中 因为有果酸又有甜 所以这个甜中带酸的水果是非常好吃的 比如苹果 比如梨 我认为甜中带酸的是最好 最佳状态 如果超甜 如果超酸都不好 那么甜呢 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 按照古代人说法 就叫美也吃美了 就甜就是美 所以今天说甜美 但是甜呢 有时候会腻啊 甜不应该是我们这种追求的一种感觉 有时候说这东西甜腻甜腻的 糖的出现呢 实际上是人类的追求 我们最初吃的甜都是这个植物 或者是动物带给我们的 什么叫动物带给我们的 就是蜜蜂 人类吃到最早期最甜的东西一定是蜂蜜 蜂蜜超甜 我都吃过那种生蜂蜜 非常的甜 那么甜呢 是你很容易获得的一种美好的人生感受 就你不需要训练 其他的很多你是需要训练的 比如我们一会儿说到的辣 前面的酸 你都要收过训练 你比如你给孩子 婴儿你给他蘸一点醋 割嘴里 他一定自家咧嘴的 但是糖割他嘴里 他一定很高兴 但是这个甜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吗 人身体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早期人类弄这个糖 都是熬出来的 怎么叫熬出来 就叫胰糖 我们是从粮食里 淀粉里熬出来的 典型的就是早年 一到过年过节的 冬天的时候有那个关东糖 很脆很粘牙 因为我们诗经里就有周圆五五 金屠如頤 这就证明我们当时有宜糖了 宜糖不怎么甜 跟蜂蜜比 那叫不甜 那么据一般史书上记载 是说的是 比如新唐书就记载 当时唐太宗是派前使到印度学的治唐法 这种治唐法后来说传到了中国 所以唐代以后我们的摄入唐就比较的多 但是真正大规模的摄入唐还是从18世纪以后 19世纪开始 你知道在19世纪末很多人能成为大富豪 就因为他是唐商 我们过去说盐商富甲一方 唐商也有富甲一方的 比如我们过去讲过的福建的乃至当时的中国首富黄一柱 黄一柱最初发财就是饭糖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糖由于现代技术 这个南方主要是折糖 甘蔗炸糖 北方主要是甜菜炸糖 就使这个糖就变得非常的普及 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好 比如我们生活中节日和平常都吃甜食 比如我们的元宵月饼粽子都是甜的 对不对 尤其北方的粽子 过去我们小时候吃粽子都是甜的 后来我到了南方 他知道这粽子还有肉的还有咸的 我们常吃的蜜饯糕点都是很甜 那么甜这东西对身体并不一定好 我们身体中需要的果糖身体都可以自动合成 也不需要补充糖 但糖又变成能变成你的这个救命的东西 比如说就是你一个人低血糖突然不行了 赶紧吃两块糖马上就舒服了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去西藏的时候浑身 不是浑身身上永远去带着一包菩萨糖 他说这糖有时候可能救你的命 你比如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碰到甜蜜的事 甜蜜事是什么过去说四喜全算 就是久汉冯干林他乡欲故知 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食 这说的就是四喜 那么甜一定要适度 就是不能多 比如我们说要想甜加点盐 你看满街的吃菠萝的对不对 把菠萝消好往淡盐水里一蘸 那菠萝就变得非常好吃 有人吃西瓜还撒糖呢对吧 但是不是说所有甜美的事一定给你生活带来幸福 你比如说糖一定要控制量不能多吃 多吃对身体是有害的 如果你得了糖尿病终身非常的痛苦 为此付出的人生代价太不值 所以尽量要控制自己吃糖 那么你比如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要追求自己生活中一定要幸福 要有巨额财产是不是 其实不是啊 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感受的 我过去看到一个船王的女儿小孩生下来以后 就继承巨额财产出门拔个保镖 然后说我什么时候能摆脱这个 我什么时候能把我们家财产全部不要了 说你还没有权利 你到18岁以后你成人了以后 你才可以考虑你要不要你这份财产 所以小学就变得非常的不愉快 什么时候身边都有人 没有自己的隐私空间 一生的成长都成问题 我们在味道中感受的最舒适的一定是甜 但是在文化中 凡是涉及到甜的多为负面的词 你比如甜言蜜语啊 口蜜福建啊 糖衣炮弹啊 它经常是负面的词汇 那么人长相过于甜美也不一定好事 你比如过去历史上有很多人长得非常的好 红颜薄命 对吧 那么过去搞京剧的人 一说 说这孩子先天太好 他成不了局 为什么 你注意看在中国京剧历史上成为明局的 一定都是先天不好的 都是靠后天努力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跟甜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是苦 酸跟甜还不对应 所以可以说 酸甜它是一回事 但是苦跟它是对应的 苦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味道 它长久存在 你可以浑然不觉 这事很怪 五味中呢 我们最难接受的是苦 你比如说 酸甜苦辣咸 你觉得 哎呀这什么我都能接受 这苦实在太难受 为什么 喝过中药 中药太难喝 捏着鼻子往下喝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 叫良药苦口利于病 中年逆而利于行 所以一定吃中药的时候 不到万不得已不吃 但有的人是不喜欢吃中药 觉得中药不管用 比如我们古人 我们古人没有西药 只能吃中药 所以就积累了这种人生经验 叫良药苦口 那么苦全是来自于植物 植物中大量的东西都是苦的 我们今天吃的这些东西 都是挑出来的 你比如 我们现在生活中 直接吃苦的东西很少 或者是你不觉得 比如苦瓜 苦瓜是我们老马家的马三宝 正和下西洋 从东南亚带回来的 苦瓜最初非常的苦 一口都难以下咽 但现在经过改良 苦瓜已经变得不那么苦了 有时候 我们去餐馆点一个凉拌苦瓜 还觉得很爽口 像最好吃的一道菜 叫咸虾蛋黄炒苦瓜 非常好吃 那么还有过去吃苦菜 那这日子苦 还有个小说叫苦菜花 是吧 苦杏仁 今天是真正的苦杏仁 你是吃不了的 你吃的那种都是半苦不苦 还有莲子欣那种微苦 都可以拜火清火嘛 就我们生活中碰到最苦的东西一定是苦胆 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卧心肠胆 人的胃对苦并不敏感 所以你看南方有人生吞舌胆 我们过去做鱼的时候 万一把鱼的苦胆碰了以后 这鱼都是苦的 比如黄莲素 我过去肠胃不好 拉肚子就吃黄莲素 黄莲素过去的黄莲素是没有糖衣的 所以一口扔几个万一有一个没吞下去 留在舌头根底下 哈那苦 你自己就知道了 那么如果我们人生不吃苦 这吃苦是第一 直接吃药 不吃苦 你不是不可能的 人都要吃药 这药大部分都不好吃 好吃也是伪装的 那生活中呢 你还要有一种吃苦 你要经过锻炼 那我们自己啊 这个一生中你仔细想 你可能会有一个爱好 是你浑然不觉这东西是苦的 比如世界三大饮料都是苦的 第一是茶 从来不喝茶的人喝一口茶都说 哎呦这东西这么苦怎么喝呀 第二是咖啡 咖啡到今天很多人不喝糖 喝不下去太苦了 第三呢就是coco巧克力啊 也是苦的 你今天说巧克力有什么苦的 那是因为你习惯了 我过去在农村啊 我们那时候知青还派公宣队来 那公宣队市长都是派那苦的仇深的 就家里生活条件最差的 然后当时呢我们给他一块巧克力吃 那队长吃一口苦的 他说啊这东西怎么这么苦啊 没吃过 说他也难吃 他喜欢吃这个他不理解你 为什么他从小没有吃过巧克力 他不知道巧克力香 他吃的就是特别苦 而且不堪忍受 那我们今天啊 这种饮料一旦你习惯了 包括啤酒啊 啤酒没有喝过的人第一口一定是苦的 你今天比如喜欢喝茶的人 你不喝茶呀 你觉得不舒适 一定要喝茶 这这茶苦啊煞口啊 喝着才过瘾呢 对吧 但是不喝茶的人 那觉得跟吃药没区别 所以人生呢一定要多吃苦 苦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必修课 吃苦也有很多乐趣 所以你可以回忆我们过去在农村的时候 那干牲口活都是非常的苦啊 苦到什么程度呢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是睡眠质量高 那时候因为年轻啊 付出的都是超体能的劳动 所以一进屋孤登就睡着了 困成什么样啊 就是别人在你脸上敲脸盆 你都不会醒 所以我到今天不神经衰弱 有人问我说你睡觉有有多好啊 我说我给你简单的形容一次 就是每天死一回啊 就睡成这么好啊 不会神经衰弱 所以有什么动静也不会醒 这就是吃苦的好处啊 那么跟苦相对啊 挨着比较近的一种味道呢 是我们需要锻炼才能喜欢的 叫辣 在五种味觉中啊 只有这辣不是味觉 是痛觉 生理上可以证明这问题 它是轻微的刺激了你的痛觉 而其他的我们的酸甜 这个苦咸 这个都是味觉 那么这辣味呢 它是它怎么来的呢 它实际上是刺激了你舌头上的这个痛苦的感觉 为了平衡这种感觉呢 人体内迅速分泌了某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呢 可能叫泰不叫什么 就让你身体产生一种极为快乐的感觉 所以吃辣会上瘾 特别爱吃辣的人 你要让他突然断了辣呀 他吃饭不香 非常难受 然后他老是抓着脑腮子 老是说弄点辣椒来 对吧 因为辣椒是后来啊 从南美明朝才从南美引进 所以古代的五味中的这个辣叫辛 它不叫辣 辛都有什么呢 叫葱姜蒜 主要就指葱姜蒜 它这种辣叫辛 所以我们今天说辛辣辛辣 这个辛的主要感觉是冲 比如钻鼻子 比如刺激你流眼泪 那么过去说五辛 这五辛除了葱姜蒜 还有韭菜啊芥菜啊等等 吃辣的这些地区 我们今天想啊 都在哪儿 你自己想很有意思 它主要在中国的府地 比如云桂川啊 比如湖南湖北江西啊 山区像山西陕西啊 他不在沿海 为什么沿海吃辣反而弱呢 因为沿海呢 过去啊 生活好 今天也是沿海的生活 都比这个山区要好一些嘛 吃的海鲜多呀 各种东西多 所以他就不需要辣味来刺激我早年 去陕西的时候 那农民苦到 就是能吃面就不错了 面条煮熟了 捞在碗里 没有油啊 注意没有油 干辣椒面 干盐往上去撒 拌着就吃一碗红的 吃的香的不行 那么中国啊 我们今天经典的辣菜有什么呀 剁椒鱼头 各地都有 水煮鱼 这水煮鱼都是油泼出来的 辣子鸡 辣子鸡还真不怎么辣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这种辣菜 那么好 我们辣呢 这是一种人生感受 有时候辣子吃一头大汗 吐着跟狗一样的舌头 还是愿意吃 因为喜欢这种感觉 但辣引申出来的是什么呢 是做事 泼辣 这泼辣 这个泼辣 是不是把这辣椒泼出去啊 就这种感觉啊 泼辣这个词最初呢 并不是褒义词 是个贬义词 是指这个人凶悍 不讲道理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把泼辣这个词呢 也转成了一个褒义的这个意思了 就说这人做事有魄力 比如还有的是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啊 得体文章厉害痛快 也叫文风泼辣啊 那么与此相关的词汇 比如有这个老辣啊 我们现在还有新词叫热辣 比如新词辣妈啊 还有辣妹 我叫辣妈我还明白的 辣妹我实在是闹不明白 我怎么不明白 他为什么没有辣男呢 什么没有辣仔啊 辣鲜肉啊 这都没有 这辣也为什么都称女的 我不太明白啊 那么我们吃辣 今天吃辣 有干吃和湿吃 什么叫湿吃啊 火锅就是湿吃 我们过去在北方吃辣椒都是干吃 炸辣椒油啊 最爱吃的就是把辣椒 我小时候还愿意做 就是把这个辣椒切得很碎 干辣椒切碎了以后呢 搁到碗里 把油烧热了 往这碗里一浇 它把香味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温度正合适 如果你把辣椒往锅里倒 这辣椒就炸糊了 我第一次吃火锅是在重庆 八几年夏天最热的时候 哎呀印象深刻 因为一桌子人围着那吃那火锅啊 互相不认的啊 现在吃饭都是自己一桌 您就俩人也吃一桌 一人也吃一桌 那时候不认的这一桌啊 围着什么人都有 这一火锅百年不患的老汤啊 都是红色的上面有一个壁子分成八个格 你一个人占一个格 你自个想吃什么买什么在那涮 我不懂规矩啊拿着筷子 往里夹着一涮 因为怕它不熟嘛一松手 它那个壁子就上面这一层底下全是空的 而且那个锅是翻滚的 我那夹的那肉 翻人家那边去了 我旁边那哥们真不客气 夹起来就搁嘴里了 因为在人家那 你说我从底下掏吧 也掏不着 我从上面等于夹人家那格子 所以就干瞅着自个儿的东西 让人家给吃了 等自个儿吃这一口的时候 我这一口搁下去 半天没倒成气了 哪个呛的呀 就没吃过这么辣这么麻的东西 这一桌子人都光着膀子 我还比较斯文 就穿着衣服 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在重庆吃火锅的经历 酸甜苦辣咸 我们把咸割到最后 但是你不知道 这咸是百味之首 对于我们的养生之道 一定是少盐多醋不吃糖 糖是万恶之源 咸是百味之首 那么这厨师 这厨子缺什么都能把饭给你做了 把饭才都做了 摆一桌席 但不能缺盐 没盐他这事没法弄 没盐这什么都没味儿 我们最常见的 跟盐过不去的菜 叫盐焗鸡 盐 包着那鸡把它焗熟了 比如云南的诺邓火腿 金华火腿 都是用盐把它做出来的 你在想我们的南方比较像湖南湖北 贵州等地的腊肉都是腌出来的 那么这种都是重盐腌 比如过去我们吃过那个烟咸鱼 那都是重盐 就是在盐里泡出来的 那么还有一种是青盐腌的 日本很多叫字菜 字 过去北方人叫一拉盐 杀一下 就这个意思 那个字菜腌出来的那个咸菜非常好吃 还不那么咸 对身体也很好 为什么古人愿意用盐 或者说我们金人也愿意用盐来腌制 是因为盐是最炼价的一种保鲜手段 过去没有电冰箱 现在电冰箱非常普及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过去没有电冰箱 很多东西如果为了保鲜 不使它腐烂变臭 那就用盐腌上 那就不会坏 它保鲜 它还有消毒的功能 比如我们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受伤了 有没有办法消毒 你用一点淡盐水洗洗它就有消毒的功能 那么今天我们生活水平确实在不断的提高 那么提高 我们去餐馆吃饭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过去一个人一生中没进过餐馆 不算什么新鲜事儿 今天不进过餐馆的人 除了边远地区一般在城市里 怎么都有机会去餐馆 那么餐馆的等级 这很有意思 如果菜做的越大 这个餐馆的等级就越高 菜做的越咸 这个餐馆的等级相对就越低 为什么 是因为很多重体力劳动的人 他失盐分过多 所以他一定要补充盐分 生活中就是你觉得这东西不咸 是因为你失盐多 比如过去炼钢工人喝盐气水 盐气水我喝过难以下咽 那么咸的水你怎么咽呢 但是炼钢工人 过去炼钢工人跟现在都是炼钢完全不同 我去过炼钢工厂 当年的首都钢铁厂炼钢车间我进去过 你走在那车间门口你就受不了 甭说你到炼钢炉跟前 所以工人大量的出汗脱水脱盐 所以喝盐气水 盐气水当时是一个待遇 那么人类本身是咸的 我们自个是咸的 我们的血液是咸的 我们流出的眼泪是咸的 据科学家说 就我们人类这个咸度 就你身上这个咸度 是当年人类从海上爬上岸的时候 海水的咸度 而今天海水的咸度比我们 当年爬上岸的时候更咸一点 人的体内因为有咸度 所以在海 当年在海洋中是非常适应的 只不过我们今天离开了海洋 我当知青那会做过厨子 做过厨师 我做厨师的时候有一个做饭的诀窍 就是我做这菜 知青一天就一个菜 没有现在什么挤菜一汤 没这事儿 今天吃什么就是一个菜 做菜最会放盐 有诀窍 什么诀窍呢 叫看天放盐 看天气今天温热 一看他们干活苦热流汗多 做菜特闲 多咸都没关系 回来都不咸咸 还说今儿菜好吃 如果今儿凉快 小风嘻嘻 你把这菜做咸了 回来他就骂 他说你那菜太咸 没法下口 所以后来我学会了看天放盐 这是诀窍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那么佛家有这样一个预言 就是说出自百玉经 就说从前有个很笨的人到亲戚家吃饭 主人在菜中加了盐 菜都做的美味可口 就这个愚笨的人说 盐这么好吃 那我每回就多放点呗 所以省得煮那么多菜 所以买了一大包盐 回来全搁进去了 结果呢 尝到的那就不是美味了 是苦涩的味道 那么这就提示我们 做什么事情一定是要有限度的 盐大了一定伤身 一定伤身 我们人生啊 五味 酸甜苦辣咸 缺一不可 缺一味都不幸福 不要认为你生命中啊 遇到了一种很苦的境地 这个你心里不舒服 不要以为你生活中看到别人比你好 你心中有生起一份嫉妒 一份酸楚 你觉得你的人生不如人家幸福 等你到了一定的岁数 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看 你人生最苦的时候 是你最美的一种回忆 官妇猫揭秘官妇秀 这仨老头在这摆半天了啊 围着一个大纲 这个是一个有名的故事 这东西很有意思 你看他们三个人围着这一纲是什么呢 是醋 桃花醋 中间这光脑袋的是和尚啊 佛印和尚 拿手指头蘸着醋 一尝 这醋有意思 这边这个呢 是苏东坡啊 代表儒家啊 这边是黄庆坚 代表这个道家 士道儒三家 在这一缸子醋跟前呢 表明了他自己的人生态度 过去啊 有这样一个说法 说这些都是大文人啊 文人啊 文人 这个学问大啊 学问超大 所以酸腐啊 你学问一大 你随便出口成章 别人就觉得你酸腐 那么儒家呢 这个苏东坡呢 他代表儒家 他就说这醋是酸的啊 所以人生啊 人必须得教化 人天生不会 就人是学善难 学恶容易嘛 所以一定要教化 所以儒家呢 认为啊 人生是酸的 是酸的 你走向这个社会啊 你一定要练就你的人生道德 这个道德很重要啊 学问高深 生活就是酸的 第二是佛家 佛家呢 他认为人生啊 一切都是苦难啊 要面壁啊 要修行 所以呢 他叫普度众生 他尝着这个醋就是苦的 这是他的人生态度 所以叫苦行增啊 第三呢 就是道家啊 如是道 道家 道家呢 比较开通啊 道家认为你们俩都有麻烦啊 说我认为人生都是甜的 这醋就是甜的甜醋 人生你们就是自寻满脑啊 我没这事儿 我认为哎 这个这个世上生来就是好事 全是好事儿 你们都是庸人自扰 所以酸苦甜 这三个代表了三种学说和一种境界啊 这三兄弟的长桃花醋的这个故事啊 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故事 这件雕塑啊 三酸图呢 在清代乾隆年间非常流行 我见过的有 你看这窦青的吧 有青花有李红的 有青花的啊 有其他包括有彩词的都有 那么为什么当时非常流行呢 因为如是道这三家代表中国最重要的三门学说 这三门学说呢 实际上是三种学说的这种大学问家对人生的一种不同的理由